奇迹课程学员练习手册第七课 我所看到的只是过去的经验 一,这个观念乍听之下令人特别难以置信 然而,它却是先前所有观点的理论基础 正因如此,你所看到的一切都不具任何意义 正因如此,你所看到的一切对你所具的意义完全是你自己赋予的 正因如此,你并不了解你所看到的任何事物 正因如此,你的想法不具任何意义 也正因如此,它们才呈现出你所看到的模样 正因如此,你绝不是为了你所认定的理由而烦恼 正因如此,你才会因为看到了根本不存在的事物而烦恼 二,就有的时间观念是很难改变的 因为你所相信的一切,全都扎根于时间之中 而且,它是靠你不去学这些新观念才得以立足的 正因如此,你很需要一个新的时间观 此处所介绍的第一个时间观 三,例如,你看到了一个杯子 你是看见一个杯子,还是紧紧重温你过去吃早饭时口渴了 拿起杯子饮水,感到杯子边缘触到唇边种种惊艳呢 你对杯子的欣赏是否也基于过去的经验呢 否则,你怎么知道你一松手,这杯子就会摔破呢 若非你过去学过这杯子的性能,否则你怎会知道呢 除了你过去学来的观点以外 你对这杯子,你对这杯子其实一无所知 那么,你还敢说你真的看到它了吗? 四,环顾一下四周 不论你看到什么,真的都是这样 只要你肯把今天的观念一视同仁地套用在目光所及的事物上 你终会认清这一事实 例如,在这铅笔上,我所看到的只是过去的经验 在这鞋子上,我所看到的只是过去的经验 在这只手上,我所看到的只是过去的经验 在那身体上,我所看到的只是过去的经验 在那张脸上,我所看到的只是过去的经验 五,你的目光不用刻意逗留在任何遗物上 但切记也不要故意掠过某些东西 目光迅速地少过遗物,便可移到下一遗物 一天练习三四回 每一回大约一分钟左右就够了 第七课结束 请继续第八课